历史上受过裸形的六位女性,毛皇后被士兵凌辱致死,邱二娘被凌职。 在穿衣文化的世界观形成后,人便开始以裸体为耻了,略去女性的衣服,使其一丝不挂,就是贬低她的身份,侮辱她的人格的一种卑鄙的做法。 从古至今,很多女性都受过这个残酷的刑法。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六位女性遭受裸形的故事。 1. 毛皇后 毛皇后是前秦皇帝福登之妻,她出身将门,美貌出众,武艺高强,善于骑射,有万夫不当之勇,她率军与姚氏叛军交战士。 由于寡不敌众和福登的错误指挥,致使她本人被姚军所生擒,姚军生擒了这位英勇美貌的女英雄后欣喜若狂,将毛后当作战力品奏凯回营。 1. 毛皇后被包光了盔甲和衣服,受尽了士兵的嘲弄和凌辱,最后被士兵们用绳索捆绑后压制姚长触报宫,姚长剑之不禁,大为心动,竟欲纳她为后,说道,假如你能和我相好的话,那么你将会母依天下了。 1. 毛后听罢,凤母袁邓,对着姚长骂道,我乃堂堂的皇后,怎能受枪贼们的侮辱,要杀便杀,何须多言。 姚长虽被臭骂了一顿,但还不忍心用刑,这时毛后又仰天大哭,骂道,姚长无道,前害天子,进入皇后,皇天后土,宁不见诏。 姚长见她越说越凶,不由得怒从心声,立刻贺令手下将毛皇后推出帐外事宜裸行斩首,这就是历史上的一位宁愿牺牲身体,也不愿委屈求权的女结皇后。 2. 陈朔珍 唐高宗初年,正值浙江一带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哀红遍野,恶嫖满地,而此时的统治阶级,不仅不开仓阵迹,反而依旧剥削全然不顾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黎民百姓,陈朔珍同情灾民。 2. 于是偷偷打开主人粮仓,救济百姓,被米老板发现后,陈朔珍遭到了暴打,身体没一块好地方,接着主人报官,他被缉拿入狱,百姓们凑钱将他赎回。 3. 陈朔珍觉得老百姓要活下去,除了造反别无他路,后自称,梦见太上老君,得起真传,便创立宗教。 3. 借此号召众人,贫贱之人纷纷响应,队伍日益壮大,由于陈朔珍影响力太大,被很多不信宗教的人告到了官府,官府闻之,盲派官军围剿,不过,陈朔珍在牢里待了两天,就被手下的追随者给营救了出来,经历了这么多风波后。 3. 陈朔珍觉得是时候发动起义了,于是在唐高宗永辉四年十月率众起义,自封为文家皇帝,而陈朔珍建立了自己的小国后,与张淑印兵分两路,各自攻占了一些地方,起义队伍迅速发展至数万人。 3. 然而陈朔珍当时只率兵两千,就将牧州轻松攻下,张淑印那边也屡历战功,这些举动震惊了当时的朝野。 3. 陈朔珍是当地百姓的崇拜对象,但后来起义失败,陈朔珍被俘,在被处死的时候,唐军为了破坏其在百姓心目中的极高威望,行刑时曝光了陈朔珍的一哭。 4. 使她一丝不挂地跪在秋风之中,以供广大为观者欣赏,这对于任何女性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虽之,柜子手又当众对她时时凌辱,想以此来摧毁其意志。 但是,陈朔珍对于柜子手的种种暴行却毫无畏惧,挺直了自己赤裸而坚强的身躯,欣然地向死亡走去。 4. 邱二娘 邱二娘生于穷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邱二娘从小被卖到丰伟村当同养席,太平天国倡导,男女平等,主张天下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有钱同屎,有饭同吃,有衣同串。 这对她非常具有吸引力,于是,在表哥临杯的启发教育下,邱二娘成为义军骨干。 闲锋五年,由于叛徒的出卖,骑义军女首领邱二娘被监察御史陈庆雍逮捕,随后她被押送泉州,受尽严刑拷打,全身上下肌无完肤,但她始终见真不屈。 同年6月14日,邱二娘被押往泉州南轿场执行灵池执行。 行星者将她的衣服全部包掉,一丝不挂地将其绑在灵池架上,临行前邱二娘不禁仰天长叹,天意啊! 然后便闭上双眼,咬紧牙关,忍受着自己那赤裸身躯上的皮肉被刽子手一片片地割下来。 数个时辰后,邱二娘便香消欲允了,十年仅22岁。 四,廖观音。 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活非常悲惨,廖观音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红灯教,为自己和百姓谋取更好的生活, 大批民众加入红灯教,接起反洋教,抗官府的旗帜,与清军团练连续发生剧烈的对抗。 由于廖观音胆略过人,指挥果断,文武兼备,便被推为首领。 领导穿袭起衣的女领袖廖观音,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不幸被清军捕获,在实施斩首刑的时候。 刽子手,包光了他身上所有的衣服,赤身裸体游街示众,但他依然神色自如,一路上昂首大骂,慈禧是洋人的大奴才, 陈老四是小奴才,红灯教是灭清较阳的天兵天将。 一路经过走马街,都远街后,廖才被压制位于锦江夏连池的刑场。 廖观音,虽被暗跪在地,但依然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围观众人,无不暗暗称赞,直至划子手的鬼头刀一挥, 廖观音那坚强不屈的身躯,才慢慢地倒下,鲜红的热血染红了刑场。 围观众人,无不唏嘘叹息,廖观音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就此画上句号。 旧亦十年仅十七岁 5.黄富群 1935年5月,红四军优秀的女战士黄富群因叛徒出卖, 在清流不幸被捕,不久被借押回连城,敌人妄图把地下党,显苏干部, 游击队一网打剑,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 从那以后,黄富群几乎每天都遭受敌人的酷刑,抽鞭子,辣椒水,用铁敲烫皮肉, 黄富群经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始终不吐露片岩之语,六十多天过去了, 敌人仍毫无所获。 同年7月26日上午,黄富群跟丈夫沈邦翰一起走上了刑场。 在连城县西门夫子庙板的一堵墙下,一个匪手亲手用大刀杀害了沈邦汉后, 又转到被反绑着双手的黄富群面前,大声地吼道, 女共匪,你到底招不招?不招,近日就要掏心剖肚了。 黄富群看着丈夫的尸体,不禁悲痛欲绝, 他睁开眼睛怒目而逝,竭尽全力大声高呼,红君万岁。 一个队的刽子手随即持着徒刀走上前去, 偷开胸膛,掏出他的腐脏, 烟红的鲜血不断地喷洒出来, 黄富群仍强忍着剧烈的痛苦大呼口号, 直至刽子手割下他的心脏时才成了绝响。 六,丁佑军。 1950年5月,组织上分配丁佑军到西昌工作, 任县立女子中学军代表,后因土匪的叛乱, 丁佑军在王正中家被围攻的土匪逮捕, 面对土匪的淫威,丁佑军丝毫不屈服, 且痛斥叛匪,高开祥,朱轩等匪首恼羞成怒, 于是将丁佑军包光衣服裸体,游街示众。 群众们看到土匪竟公然羞辱丁佑军, 都不禁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但丁佑军却挺直胸膛,昂起头颅,毫无巨色, 边走边喊,老乡们,不要怕。 这不是我的耻辱,我是为老乡们来工作的。 就是死了也光荣,能为人民而死,是最光荣的。 这群土匪才是最卑鄙,最下贱,最无耻的。 当天晚上,灭绝人性的土匪们将丁佑军四肢捆绑在柱子上, 发了疯的用皮鞭,棍棒抽打他, 历经酷刑的他不幸身亡。 历史上有很多英勇坚强的女性, 她们都是不畏强权的代表, 毛皇后,陈朔珍,丘二娘,廖观音, 黄富群和丁佑军都曾经历了极端的折磨和痛苦, 但她们都没有屈服, 她们的勇敢和无畏精神令人敬佩和感动, 没有她们的大无畏。 我们将看不到今天的和平与繁荣。 面对痛苦,她们没有放弃, 她们没有被恐惧所吓到, 她们的勇气感染了周围的人, 并让她们也勇敢起来, 她们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无论遇到多么困难的事情, 我们都不能屈服, 我们应该努力面对困难, 勇敢向前迈进。 除此之外, 这些女性的形象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趣的观点和看法, 毛皇后的英姿萨爽, 展现出女性也可以有坚毅和勇气, 陈朔珍的勇气和智慧, 让她成为人们心中最受尊敬的女性之一。 邱二娘的坚毅, 廖观音的决心和黄富群的不屈不挠都证明了, 女性同样可以拥有追求正义, 捍卫自己和他人权益的勇气。 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应该更加崇尚女性勇敢无畏的品质, 让所有女性都能站起来, 勇敢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我们应该让女性们的坚韧, 果敢和英勇成为我们的信仰和追求。 除了以上六位坚真不屈的女杰, 为了事业, 为了荣誉, 为了正义, 牺牲自身的伟大女性更是数不胜数, 那些残暴的统治者们, 妄图以裸行这种羞辱的方式来重创女性的心灵, 使她们永远抬不起头来, 从而达到征服其心的目的, 但是, 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信念, 更是铸造了女杰们心灵中不可摧毁的钢铁长城。 纵观中华风云激荡的五千年历史, 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 它们就像是夜空中的恒星在五千年的历史轨迹上, 一直闪耀着属于它们自己的光芒。